公务员的请假规则是不是出现漏洞了呢 南投税务局有一名女公务人员 从2017年开始接连请了育婴假跟产假 再加上她自己的特休假 一路收到今年6月份了才申请复职 但是她又立刻加请防疫照顾假 还成功地造册让她打到疫苗 明明前前后后加起来都已经4年没有前来上过班了 还可以顺利打到疫苗 甚至领到百万元的薪水 过于精算的行为让同仁很不满 认为就算是合法也太过自私 隔着窗口替民众服务 疫情期间公务员仍得坚守岗位 也被列入疫苗施打名单 不过南投却有公务员4年来没上过班 一度复职也只为了造册打疫苗 随后继续请假 这样是不应该的 照片里笑容甜美的女子 就是遭爆料的公务员任职于南投税务局 2017年因为生产请了育婴假 2019年又生下第二胎 接着两年内把产假特休假 以及育婴假请好请满 接到今年6月申请复职 同仁以为他终于要回来上班 替他造册打疫苗 没想到疫苗打完 继续请防疫照顾假 让人质疑复职动机 当事人不愿出面说明 然而分内工作全落在他人肩上 依规定还是能领取年终奖金 这年6日没上班 也能领到防疫价补助 4年来游薪假345天 领取薪水超过百万 也让局里同仁直呼太自私 完全不合理 只浪费国家的一些资源 已经收集相关的资料 将来要报请行政院人士总处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类似的状况 将如何来检讨或是如何来改进 虽然假别情好情满 全都合法 但4年未曾工作 却有疫苗打 有薪水领 不止观感不佳 也凸显公务人员制度 存在漏洞 台中今年5月份爆发大学生 夜唱团群聚案 那么其中有一名 汤星女大学生 竟然在填写实名制登记时 填了爸爸的手机号码 也造成意料最后找不到人 被罚了6000元 不过现在爸爸解释 女儿的手机 是用爸爸的名义来申请的 是否最后的确也有找到人 被罚得很冤枉 除了包女儿带早这6000元 也提起夙愿 而目前夙愿会 已经撤销处分了 由金发局再厘清 女大学生有没有规避疫调 执行署人员来到 汤星女学生家中 准备执行收罚款 但女学生不在家 她的爸妈出面急忙为女儿喊冤 我女儿在她还没买 18岁的时候 请她爸爸的名字 重回今年5月 大学生夜唱团爆发群聚 当时汤星女大生实名制登记 填的竟然是爸爸的手机号码 导致市府异调 联络不到人 第一时间 就是电话都没有人接听 主管机关的人员认为是说 她是不是在规避或妨碍异调 爸妈解释 女儿的手机是18岁前 用爸爸的名义申请 而且市府最后还是有找到人 被罚觉得很冤枉 已经提起夙愿 不过执行署强力执行 女学生爸妈满腹委屈 还是当场掏出6000块 帮女儿代缴罚款 而现在夙愿有了结果 致欠罚还的不止女大生 一名法国人在居家检疫期间 在门口抽烟 被认定是在公共空间开罚10万 还有一名夜心男子检疫期 离开住家财罚20万 却喊穷缴不出来 但他存款超过20万 直接被扣款缴纳 统计这波疫情违规的相关罚款 总计将近41万 防疫非常时期 民众还是别心存侥幸 乖乖配合防疫 才能有效阻挡 疫情破口 见相时节台中 仓不到 振兴无备券即将要上路了 交通部观光局也加码推出 命额1000元的国旅券 也是所有加码券当中 金额最高的 采取数位发行的方式 总共会有120万份 让民众可以用来 购买旅游相关的产品 包括饭店住宿 游乐园的门票 还有自由行跟团典旅游等等 9月22号到10月29号期间 开放让民众登记参加 并且会从10月12号开始 连续四周抽签 没有抽签的话 是可以继续递言的 换句话说 民众越早登记 抽签的机会就会越多 观光局也预估 这波加码可以带动 至少58亿元的观光产值 游乐园及乡物总动员 为国旅助力 搭上振兴舞被券 观光局在加码推出国旅券 使用期限从11月 到明年4月底 每张面额1000元 采数位发行 共推出120万份 民众在购买旅游行程 饭店住宿 门票泡汤券等旅游商品时 可折抵消费 有120万 然后两人成行 大概所以触及到的 最起码240万人次 会有58亿的这个观光产值 国旅券将以抽签方式 预计9月22号开放网络 勾选冬季 10月12号起 每个礼拜二抽签 连抽四周 每周抽出30万份 如果幸运抽中 三天后可领券 没抽中则可递言 也就是说越早登记 抽签机会越多 有四次的抽中机会 第一次没抽中 就会避延到第二次 但是如果抽中一次的 后续就排除 不能从物再抽 另外体育署也预计发放 200万份面额500元的 动资券 与去年不同 仅限用在看比赛 及到场馆运动 不可购买体育用品 振兴五倍券开跑道鼠中 各部会抢推加码券 要放大产业振兴效果 记者最后的 为了争取上亿元的振兴券商机 先前就不断预告 会有全国最大家码的台中市长 卢秀燕宣布 将要结合第三届台中购物节 鼓励民众都到台中来旅行 顺便消费振兴券 而其中最大奖项 依旧是千万豪宅 并且这一次还要抽现金 天天抽一千组五千元 每个礼拜会抽十万 而每个月还要抽百万 千户万换使出来 一直预告会有 全国最大家码的台中市长 卢秀燕 终于宣布了加值方案 我们会送出 近千万的好宅 除了千万好宅 这次还要抽现金 只要在台中消费五百元 就会有一次抽奖机会 每天充一千组五千元 每周抽十组十万 每月还会有一个 百万现金得主 而且第三届的台中购物节 还有请到代言人 谢金燕 燕子 为了台中这次我拼了 拼什么 拼经济 拼现金 卢薛燕真的拼了 为了争取上亿的 赠心五倍券张机 台中市搭配台中购物节 鼓励民众来台中旅游 活动从十月十号开始 到十二月九号 天天周周月月抽现金 压轴还有千万好宅 只要到台中市来消费 不管任何行业别 你只要消费五百块以上 你就有一次抽奖机会 那最小的奖是现金五千块 去年购物节创下九十亿商计 今年希望搭配振兴券 能突破百亿 卢薛燕说还会有 隐藏版的加码彩蛋 就是希望大家来台中消费 所以大家想好了吗 要来台中哪里玩 记者中部赞好报道 下距cake 前ree 森后 搭配 再森 接下 落 后 去年大 继续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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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